最近怎麼這麼多甜鹹和平的商品啊 也太詭異了吧 它很像是就是單純把兩個 Mr.Hona的甜甜圈蓋上去 真的蠻好吃的耶 連那甜鹹和平的東西 都可以做成這麼好吃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Nia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系列啦 今天要介紹的美食也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組合 它是由兩個店家一起合作 所推出的一個新品 不過呢 那我在吃A店家的時候 你應該是完全沒有辦法聯想到B店家的 所以呢 它能夠做異業結盟 讓我很蠻訝異的 由21世紀風味館和Mr.Hona甜甜圈 異業結盟的新品厚豆香炸雞波提包 最近怎麼這麼多甜鹹和平的商品啊 也太詭異了吧 這漢堡呢 是Mr.Hona的厚豆香蜜糖波提 去取代掉原本漢堡上面的那個原麵包 然後再加上生菜還有炸雞 體驗過這個Oreo披薩之後呢 我相信它應該是不會太差的吧 有沒有沒關係 我們直接來看吧 登登 這就是漢堡本人 登登登 它很像是就是單純把兩個 Mr.Hona的甜甜圈 蓋上去然後加生菜再蓋上去 因為Mr.Dona中間是中空的 所以你就很明顯看到 生菜直接裸露出來 就沒有一個漢堡的感覺 我們可以看到這漢堡裡面呢 其實沒有什麼醬料耶 你看喔 我們把這個蜜糖波提這樣拿起來 就會很明顯看到生菜上面 閃空的 那我們把生菜再拿起來 看到這個炸雞 也是完全沒有醬料 所以呢它感覺完全就要靠這個厚豆香的這個味道呢 去把整個漢堡的味道帶出來 我們來試試看 嘴巴沒有那麼大啊 它炸雞很好吃 我可以吃21風味四季館 它的炸雞是很好吃的耶 皮不會太厚 然後呢很脆 因為炸雞的味道算蠻重的 我覺得稍微有一點點辣的炸雞 所以吃到蜜糖波提的時候 那個甜味其實沒什麼感覺到 基本上蠻像是在吃一個麵包的感覺而已 不過呢它的厚豆香呢 我個人感覺吃起來呢 有一點像花生醬 真的蠻好吃的耶 連在平鮮和平的東西 都可以做成這麼好吃嗎 一開始吃進去的時候呢 會是這個雞排的香味先出來 接著因為它有搭配生菜 有解膩的功效 不會讓你感覺說 欸炸雞吃起來太油膩 最後才會進來這個蜜糖波提的味道 它比較乾一點 沒有像熔岩漢堡那種那麼的膩 吃起來還算是蠻清爽的耶 但我平常呢是比較少吃Mister Donut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原來Mister Donut 有這種厚豆香的蜜糖波提 平常呢我都是吃一些草莓啦 然後巧克力啊這種口味的 沒想到厚豆香的蜜糖波提感覺好像還不錯 我們來單吃看看 它豆香非常的濃郁耶 其實我平常在吃他們家的甜點圈的時候啊 有一點點太甜了 不過因為厚豆香呢它的甜味沒有那麼重 吃起來真的有一點點像花生醬 所以這個這個口味算是還蠻得我心的喔 下次去Mister Donut可以點一下 那我自己覺得其實最大的差異 也是讓我覺得最驚訝的一點呢 就是因為Mister Donut 跟一般的漢堡餅皮就是完全不一樣的口感 吃下去之後 它這個餅皮的部分啊 又加上這個厚豆香淡淡的甜味 它就會去把炸雞原本有點微辣的感覺 中和掉 給它評個分的話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8.5 因為它的料比較少一點點 也沒有什麼醬料 基本上就是完全在吃Mister Donut 跟炸雞的這種感覺 那這個漢堡的配餐呢 基本上就是薯條 還有21世紀 算是招牌的一個蜂蜜綠茶 我覺得它薯條跟 模式漢堡的薯條蠻像的 屬於這種比較粗的馬鈴薯薯條 我覺得它蜂蜜綠茶真的算是他們店的招牌 有蜂蜜味但是又不會太濃郁 就是不會讓你感覺到說 喝綠茶怎麼變得超甜的 算還不錯喝 那總結一下今天的新品開箱 其實這樣一個套餐 189塊 也算是還蠻能夠接受的一個價位 我覺得大家呢 如果對於這種甜鹹合併 奇怪的組合 有興趣想要去嘗試看看的話呢 我還蠻推薦大家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新品開箱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囉 喜歡我等一天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好啦 我們下次見 希望我們不要又是甜鹹合併的 掰掰 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甜鹹的組合怎麼這麼盛行啊 一間間一間都推出這種 超奇怪的組合 欸不過 都意外的好吃耶 出我的意料 希望下次可以再看到更獵奇的組合 好不好 我們才會和她的了 更獵奇的組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